大家好 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之下 很多產婦可能都會有些擔心 人婦是會看降力差一些 所以會感染的機會是高了 所以我們真的要小心 產婦當然要做產前檢查 去檢查一下肚子裡的嬰兒 有些重要的檢查一定要做 10至12週我們要做唐時綜合症的西查 20週左右要做結構性的超升波 我們記住都要去做 其他的時間如果你的懷孕是正常 可以和醫生商討一下 將產前檢查的次數減低 例如早期由應該四個星期一次 轉成六星期一次 後期由兩星期轉到四星期一次 最後一個月當然可能要密一點 不過我們是可以和醫生商量的 去看醫生或者最後準備去生嬰兒 至於入院的時間 最緊要戴上口罩 各位準媽媽 雖然現在有疫情 大家都要保持身心健康 睡好一點 吃好一點 將來很開心地迎接你的小寶寶 大家要記住以下幾點 仰和同理齊防疫